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AI人工知能这个东西 变得越来越成熟 只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就是整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坏 越来越糟糕 你失恋的话该怎么办 你失恋之后感到好失落 生命中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的时候 晚上感到孤单寂寞冷 你应该怎么办 Wonder No More 现在有个最新的APP AI的APP 你可以做一个长得跟你的前女友 前妻的机器人 晚上来陪你聊天 有一个最新的APP出现 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所有的人使用 但是有非常多的人在等着这个APP出来 然后绝大多数都是男人 这个APP你可以做一个虚拟的假人 看起来有点像你的前女友 然后上传你跟你前女友的聊天记录 这个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AI人工智能 还是一个会学习说话的软体 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学着你前女友的 怎么去说话的方式 你放上去的这个聊天记录越多 这个机器人就会越来越像你的前女友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令人讶异的事情 我们现在跟别人聊天的方式 几乎都在手机上面 我们的手机 我们网络上面的身份 有着比我们自己还要多的资讯 你就把这些上传给这个APP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再度开心的跟你的前女友 再度开心的聊天 聊到 他再把你甩一次吧 I don't know 这个很糟糕 很令人难过 说真的有点恶心 很恶心 你可以想象那些 把这些变态的男人甩掉的女人吗 然后那个男的就这样子 做一个假的自己 然后在那边说 你要跟我分手 你要甩了我 随便你 I don't care 你甩不了我的 现在我有个乖乖听话的你 跟你同样的个性 说话方式跟你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你的克隆人在这个地方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I don't care OK 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OK I love you 一生一世哦 很奇怪对不对 OK 这些被制作的女生的感觉是有多糟糕 多可怜啊 然后我也觉得这些男的 这些男人很可怜 要让一个男人变成那个样子 其实是要有非常多的层面的 你会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 然后你会不知道要怎么跟别人说话 然后你是跟社会脱节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我啊 然后呢 你还要就是对色情网站上瘾 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 你还会对性成瘾 你不知道怎么样跟女人说话 你不想出门 你试过一堆什么约炮神器 以为把妹只要在网络上看照片 然后呢 看到正妹就翻右 看到丑妹就翻左 这个样子 简单说就是 会用这个AI前女友的人 必须会是一个真的跟事实 还有现实脱节的人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这些人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而且非常非常的多 会导致这个样子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人生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虚拟的 我们活在真实的生活当中的互动 其实是非常少的 我们在真实的生活的当中 存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那当然字面上的话 我们还是活在实体的世界里面 OK 时间还是一分一秒的过 我的心脏还是在跳 我们活在一个灵魂体的一个世界当中 肉体还是存在的 不管我们活得多虚拟 但是绝大多数的我们的这个活的方式 是透过一个荧幕 我们的新闻 我们的社交 传简讯 讲电话 Zoom call 几乎都是透过荧幕 滑鼠 还有键盘 摄影机 所以对那些人来说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 已经60%是活在自己的电话上了 那有一个实体的女朋友 跟一个虚拟的女朋友 其实有多少的差别 不是就完全没有差别 这个差别是有多大 当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一个是一个真实的女人 他会跟你说不要 他会跟你说不想 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幻想中出来的女神 OK 依照你的形象 OK 创造出来 你的幻想创造出来的一个 被造物的被造物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原本的生活方式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那他或许真的就不需要一个真的女朋友了吧 只要一个机器人完全服从他就好了 这篇是来自Atlantic的报道 根据统计 从2003年开始到2022年 美国人面对面互动大幅下降 在这短短的20年当中 男人跟其他的人面对面的互动减少了30%的时间 然后未婚的美国人 OK 我们都应该认为说就是单身贵族应该是到处去走的 可以到处去玩 享受人生的 像我这种结构婚的人会有一堆理由 哎呀 我有老婆 哎呀 我要带小孩 不过说真的 如果我说老实话的话 真的就是我懒 好 我认罪悔改 我认罪悔改了好多次 人都没有好好执行 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很不OK 所以我马上传简讯 给了我的最好的朋友 Orson 好 我就跟这个Orson开始说 就是We gotta start hanging out 那如果你认识我的话 你就知道就是 我跟Orson真的一点都不熟 But Orson I am coming to be your best friend now 总之我想讲的就是 单身的美国人 面对面的互动 反而掉的更多 OK 比结过婚的人掉的还要多 掉了35%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 共同兴趣的人 共同嗜好的人 然后年轻人 青少年 叛逆期的那种 照道理说 朋友应该是最重要的吧 对不对 我国高中的时候 翘家都要跟朋友在一起 叛逆期的年轻人 又年轻又活力 而且没有什么责任 也不需要有任何责任 结果年轻人 青少年 反而掉的更多 少了45%左右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15到19岁 减少了他们hanging out的时间 平均每个星期 减少了超过三个小时以上 这还是来自于 The Atlantic的 OK 一个 这还是个左派的报纸 不是个什么右派那一种 什么啊 世界完蛋啦 社会没救啦 西方国民陨落啦 那一种东西 是一个中间偏左的一个杂志 上面写的是 总结就是 在美国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时段 美国人跟自己相处的时间 比现在还要更长 那这个现象 我们已经知道好久了 Robert Putnam 写了一本书 叫做 Bowling Alone 自己打保龄球 讲的就是 现在的社会 变得越来越孤独 社会变得越来越分裂 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单 越来越孤立 不只是他 很多社会学的人 其实都非常知道这一点 不管是左派 还是右派的社会学的 学社会学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左派啦 除非是认为说可以透过 社会学做好事的基督徒 那我们可以问就是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我们 OK 像我这样子孤僻的人 OK 我们就每天只在家里这边咬手指 然后什么都不做 我的理由是 就是我可以带小孩 小孩带给我满足 耶啊 但是我其实都知道这个并不是真的 OK 我带小孩的时候基本上也是 就是在那边看着 看他们不受伤 然后我在那边滑手机 或者是我在写稿而已 那我们会看这些视频啊 或者是去看电视啊 去做这东西 会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有稍微的补足一下 我需要的 当人需要的这个互动 因为在节目上是有人的 有人在跟你说话的 就像大家看爱报导 OK 或许你可以感觉到就是 诶 Ethan在这个地方 诶 Falicia在跟你讲话 或是怎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 这些东西都是录好的节目 你会在网路上面留言 觉得好像说这是一个社群 在网路上是有人跟你有互动的 但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东西其实没办法让你得到满足 没办法满足你社交的欲望 还有可能让你会感觉更孤单 更跟社会脱节 就跟人在生活当中遇到我一样 结果后来发现就是 诶 你Ethan 你怎么没有在节目上面这么风趣 然后是一个这么尴尬的一个人 然后就还会觉得说 哦 原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还已经是最好的了 OK 至少你还在看AI news 还是对你有帮助的 更糟糕的是 如果他们是在网路上面是看色情片 然后他们的满足是来自于那些 更糟糕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样子就更糟糕 那现在有很多人选择就是打电动 OK 很多人喜欢打电动 很多人喜欢玩游戏 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社群的感觉 因为网路上你是有其他的人的 你是可以跟其他的人互动的 你在网路上面可以看到那些人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VR 然后虚拟实境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他 听到他说话 或者是你上Facebook 上IG 读一些网路上面的那些人 他说了东西的话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虚拟的 现在的人活得很孤独 活得很孤单 分不清楚事实跟虚拟 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 一天到晚会有一堆什么就是 我的身体跟我的灵魂 其实是不同的 OK 我的灵魂生错身体 我的身体跟我是没有 完全没有关系的 OK 会有这么多奇怪的想法 很奇怪吗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开始会想说就是我跟我的家庭 跟我的社区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会变成这个样子 会变这么样摧残性的这个想法 其实是一些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的其实就是 整个社区的瓦解 家庭的瓦解 还有现在人本身的瓦解 那我们就可以问说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为什么不管是虚拟世界变得多棒 虚拟宇宙 游戏 3D 眼镜 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得到满足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是人 我们是有肉体跟灵魂的 我们是有血肉 有血有肉的 我们是有血气的 同时也是有灵 也有魂 我们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历史上面 我们是人 我们需要社群 为什么COVID 新冠肺炎的时候 会有这么多的人 在家里待到发疯 然后你在网上看到一堆 上海的人跳楼了 美国年轻人在那边自杀 然后呢 吸毒暴涨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Zoom call 根本就不够 那个样子的人生不真实 不真实的人生 我们的电脑 没办法带给我们人生的意义 我们还是人 我们有我们的命定要活 没有活在命定当中的话 就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算你今天真的把 这个Elon Musk 这个东西放在你脑子里 就算你真的活在 泰克任务里面 我们还是有血有肉的 跟你们那个主角Neo一样 会想要真正的活着 我们没办法有一个 虚拟的老婆 没办法有一个虚拟的朋友 你可以透过网路交朋友 我就有认识 就是在 有人在网路上面认识朋友 然后交朋友 然后最后还结婚的 但是这个是永远都不够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 一定是要移除我们眼前的荧幕 跟真的人交朋友 你的老婆 一定要是一个真的人 没有人 可以有什么纯粹灵魂的伴侣 一定会要是一个面对面 在真正的生活当中 成为你的老婆 或成为你的朋友 才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我们需要生活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只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的话 我们只要我们活在荧幕后面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孤单 越来越孤僻 同样的 这个是另一个新闻 OK 来自Gallup Poll 美国人对于目前的人生感到满足的人口 不到一半 那我们常常会说 这个不是常态吗 人生很苦啊 就是充满的挑战嘛 对不对 长大点吧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统计数字在美国历史上 只出现过三次 OK 三次都在这二十年内 也就是大萧条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工作的时候 但是当时的美国人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都比现在的还要有盼望 冷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西部拓荒的时候的 美国人的心态 都比这二十年来的好 这个美国人最没有希望的低点 OK 2008年的金融海啸 百分之四十七 2011年的金融风暴 OK 百分之四十六 然后现在 2024 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 对于现在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 跟去年同期比掉了三趴 右派的人会说 你们这些弱者 你们生活过得不好吗 你们现在有iPad 以前我哪来的iPad 我小时候全家只有一台电视 现在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三台电视 你们还不看 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好不好 然后 左派会告诉你的东西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话 他们会跟你说 没有 其实你们都不了解 这全是你们自己幻想出来的 你的生活不好吗 GDP很高 股市也很好 OK 道琼指数什么 对啦 我知道你活得很苦啦 感觉人生没有意义 然后你的儿子在吸毒 然后你的老婆 因为听了某些女权主义的东西 然后跟你离婚了 然后你的女儿 现在觉得他是你儿子 还不一定是你儿子 然后你的国家 被一堆不会说英文 只会跟政府要钱的人占据 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要按到 你打电话给银行的时候 你要按到四 才会是英文 但是 其实你很开心 你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然后这里是 忧郁症的药 还有躁郁症的药 还有你过动症的药 OK 你只要一直吃这些药 OK 你就可以活得很快乐啊 也会有人认为说 就是你会这么不开心 其实都是因为这些资本主义 在压迫你 OK 他们这些 Bourgeoisie 资本家在榨干你的财产 摧毁你的财能 我们要革命 我们要流血 血流成河 推翻现在的制度 这样才可以让人民得到快乐 但是这些真的都不是真的 我看圣经 告诉我最重要的重点 还有整个爱报导的使命就是 人活着没办法满足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人活得不像人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迷幻药 躁郁症 忧郁症的药可以解决的 也不是人需要更多钱就可以解决了 只要有钱大家就都开心了 就跟欧巴马当时说的一样 他那时候说 我们只要给叙利亚的圣战士 一人一支iPhone 他们大概就没有理由 继续当圣战士了 说真的 现在每一个人都有iPhone了 每一个人都有智能手机了 OK 连流浪汉都有智能手机了 我们的社会很明显没有变得更快乐 OK 恐怖分子也有智能手机了 我们需要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推翻资本主义 然后要一个什么共产主义革命血流成合 我们也不是只要装作很坚强 然后现在这些苦难都没办法击败我们 就可以得到满足跟开心了 我们的幸福感是来自于我们的快乐 根据希腊哲学家亚利斯多德 OK Aristato 这个词叫做eudaimonia OK 中文叫做终极幸福 我们人生的繁荣是来自用非常长的时间 使用美德做美好的事情 这个样子才会让我们得到快乐 而这个指标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控制下的社会 是否健康最好的指标 一个社会是否是个健康的指标 不是GDP OK 中国GDP很高对不对 为什么还有一堆人走线来要当非法移民 要当四等公民 也不是什么民主自由 我们的社会不了解自由是什么 OK 我可以我们自由对很多人来讲 我可以自由的烂性 我可以烂交 我可以自由的切掉我的生殖器 然后说我是另外一个性别 这些东西不会带给任何人幸福 任何人跟你说这样的东西是幸福的 都是坏人 都是假冒伪善 然后在害你的人 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指标就是 满足感 快乐 还有终架 能带给社会中满足的 其实非常简单 应该是忽略 应该是忽略 不可能让你得到满足 你如果被知道的东西 你如果被知道有这个前女友的这个机器人 这个app的话 只会让你的前女友更得意 他会在那边跟他的闺蜜说 就是天哪 他真的就是离不开我耶 好恶心哦 还要分手了 之类的东西 他不可能回来 你也不可能开心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展现你的难过 也不要大嘴巴的 跟你所有的朋友在那边说 你的前女友有多见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 你要知道就是 你是一个男人 No one cares about how you feel 我也展现过我很软弱的一面 然后我那个前女友难过的时候 不管是他对还是他错 我都鼓励他 包容他 爱他 没有关系 然后在我难过的时候 他要跟我分手的时候 我跟他 我说我很难过 他就问我说 那不然你要怎样吗 你就是要看清事实啊 你要我怎样吗 你希望我怎样啊 你要我怎样对你 我就在那一瞬间 我才发现 原来他是个这么理性的人 只是 只能在他想要理性的时候 有理性 如果你分手了 去外面交朋友 建立扩张友谊 真的建立强壮的社区 建立强壮的家庭 当个一人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要活着追求神 我们才可以有美德 才可以达到真正的满足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爱报导 请按照看